二十多位資本卡蒂布部落 由頭目和青年會 一早帶完資本領導的營地 從四四號開始進行兩天一夜的猴祭儀式 在營地的整理之後 卡蒂布青年會陪同前往抓猴的獵場 什麼野菜啊 那些還有種子什麼 還是說所謂的一些技巧 都要傳承給他們 教他們 是我們的膽量 那你會不會怕 會 那你怕的話 那你要怎麼訓練 哭 不知道 講說不知道 勇敢一點 待會可能還有就所謂的必須要去抓猴子 但也在這個時候也不是說抓真的猴子 可能去抓草猴 然後訓練牠們的感量 然後對山上的一些植物 還有一些動物的一些認知這樣子 達古伴是悲男族的少年階級 猴祭也是針對達古伴進行的祭典 每年大力借和除山祭前最先開始的儀式 在叢林中地毯式的搜索 達古伴在草叢中找到一道草捆綁 替代蒸猴的草猴 高興的歡呼 嗚 嗚呼 大聲一點 嗚 嗚 就是看哥哥坐在那個位置之後 我就想看看有沒有在那邊 所以我就找到了 達古伴上面還有法律聖 還有國民狼詐 他們有陪著在第一間監督小孩子的安全 然後一邊訓練他們 對 在山上必須要很小心要很注意 所以在這個部分是有清廳會 打鼓飯以上的階級 他們會做訓練這樣子 我學到怎麼認識野菜 然後怎麼在野外生存 兩天一夜的訓練除了捉捕猴子之外 部落長輩也教導在從命中求生的技巧 還有夜間四檔的關卡 部落騎勞說打鼓飯訓練 檔視保衛家園之外 也希望增進團隊的精神 以及青年刻苦的抑制 記者國六台東北南鄉採訪報導